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水长山远 脚步不停止 云飞风卷 江水不休 黎明升起 北光闪闪 繁星撑起 灯火辉煌 江山如河 仍四季 踏步星辰 与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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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 风华如河 千军来相会 长江奔流去如天 水长山远 脚步不停止 云飞风尖 江水不休 黎明升起 雷光闪闪 繁星撑起 灯火辉煌 是亚兰同志说得对 您岁数大了 得先养好身体 赵局长也做出指示了 养好身体再恢复工作 您得副总组织安排啊 嗯 这样我不打扰您休息了 我先回连里 您好好养着啊 嗯 好 黄连长 我送送你 好 您好好养着 好 罗大队 听说你们先锋连 分针打号的发明 可立大功了 都是大伙儿功劳 不过确实缩短了 陆基陈将的时间 这段时间 沙凯的表现怎么样啊 挺好的 虽然来的时间短 但给我们解决了好多难题 沙凯跟我说 分针打号的发明 是他研究的成果 我太为他高兴了 说实话 原来啊 我以为他对基层的工作 是非常抵触的 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 他的进步这么大 肯定都是你对他的影响 只要在基层工作当中 能够实现自我价值 那就是好事 嗯 沙凯这个人吧 从小家境比较优越 可能 有一点娇身惯痒 但是学术上 他还是非常优秀的 陆连长 要是他有什么 做得不好的地方 你多担待 多帮帮他 这你放心 那部队就是大熔炉 谁进来 都能得到锻炼和提升 当然我们也欢迎 你堪查结束以后 也加入我们联队 那我们联队的力量 那就是强上加强 我也希望 有这个提升和锻炼的机会 好 那别送了 照顾好田教授 我们随时等待 叶兰同志的加入 是 走了 走 走 走 同志们 鉴于当前 特务土匪的活动日益猖獗 金鼠炼 到 走 我命令你们 坚决消灭 特务头子李沐阳 仅以山霄为首的土匪 是 是 我马上派人火箭侦查 争取一举端教匪超 一举消灭匪患 保障消灭任务顺利进行 我提醒你们 要多发动群众 依靠群众 不要蛮干强攻 要以最小的代价 换取最大的胜利 是 你说这个张彪 我说我去 他非说他去 这三天一点信都没有 都出什么事吧 不能 毕竟有这么远的路呢 我顾问着今晚不回来 明天也差不多了 别着急 报告 进来 报告连长指导员 副连长回来了 人呢 我说什么来着 我回来了 你怎么才回来 你急死我了你 急死你 我该送我了 这儿有水 来来来来 你坐坐坐 你坐呀 慢点喝 怎么样 这几天啊 我秘密走访了几副老乡 这个三修的老巢 我已经打听清楚了 在龙台虚 什么虚 龙台虚 龙台虚 准确吗 那个上线的路线 我都搞清楚了 准确 好 我这儿 到 带副连长到吃日班 让老杨搞点好吃的 你赶紧休息 是 不用了 来不及休息了 我们跟土匪耗不起啊 我现在就带着那儿 直接打住龙台虚 我们采取个强攻 数在数学 不行 太轻敌了 我们现在连龙台虚 什么情况都不了解 贸然进攻 太威胁 周大人说得对 咱们不及这一天半天的 这土匪有低行优势 咱们得制定作战方案 只能制取 不能强攻 这是给三修那边送回你老乡 老乡 老乡 你接触过那些土匪 你就把你小子的情况 索回一下就行 老乡 你别怕 你放心我们都能给你做主 知道什么说什么 接方计同志 接方计同志 山肖他们大概有几十号人 逼我每隔三天给他们送吃的 要有酒有肉有烟 那帮土匪这次过了应该很 把老乡家的东西全部抢过 那你怎么不报告政府呢 我 我哪敢哪 要 要杀我全家的 老乡啊 你们的苦日子到头了 这次我们来 就是彻底消灭他们的 你们要打土匪 是 你们打不赢的话 我 我们咋整啊 那 那我们不就完了吗 你放心 这帮土匪不消灭干净 我们绝不受兵 嗯 那帮土匪 我们见一个打一个 但是老乡 你得配合我们 怎 怎么配合啊 你不先去西苗子 明天老范 就要给龙滩穴里的土匪送粮食了 咱们化妆成老乡 跟他一起混进去 大部队等在东口司机待命 咱们里应外合 一举拿下这一部顽匪 好 明天我跟那老菲 去龙天去 我会收一些黑口 别懂些他们的规矩 我是当地的 我也去 还有我 好 明天我带队 咱们一块去 你等一下 你带队 你怎么带队 如果是连长 我当然你带队了 这跟老公是连长没有关系 你会说这里的话呗 我可以学 你怎么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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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学好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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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饶了 吃 吃 吃什么 吃午饭了 你不明白了吧 好 就算你现在跟着我 我来学会了 明天到了那里 你跟土匪一句句凶案 我脱牙巴行不行 你看看你拉着个土匪的样子吗 我不像吗 我不像吗 连长 副连长之前在这一代打探过 对这一代特别熟悉 你让副连长带队 我们一定可以骗过特务和土匪 对 你还信不过我啊 你硬要跟着气流啊 我一爆了 我们行动就失败了 连长啊 要顾全大局 我还不知道大局 行吧 那你接行动小心 随机应变 你得保护老范 你放心 绝不当老范 掉一根海猫 还有你 一切行动 听从副连长指挥 别冒劲 别冒头 小心暴露自己 是 来 明天啊 我们跟着老范 跟着最量 现在进去 抓捞了 给你 到处了 你 好了 这块石头 就是龙滩屑的地界 这块石头 每天就要走 这警察不能了 行动 行动 站住 老饭 怎么一个都不认识啊 我们给你们送吃的来的 上次那拨人都被你们吓得不敢来了 那这次我就挂了点新面包 大哥 那个墙口麻烦放低一点嘛 容易走火 大哥 如果你不相信我们 我们会把东西放在这儿 让我们回去啊 之前那拨人不敢进去 我们也不敢进去 九三 放大 放大 来 等等 你们把这些东西放在这儿 怎么好累死呀 拿进去 好好好 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 拉下拉下 快 走 来 走走 山小资料 好消息啊 美国军队已经占领了平壤 咱们的江总统也伺机反攻大陆 咱们的好热死又要来了 告诉兄弟们 振作起精神 随时配合党国行动 来 好 来 准备 来 干 来 来 山小兄弟 给你送吃的来了 早饭来了 你这得给我送的什么吃的呀 山小兄弟 这次送的比上次的好多了 有肉有酒 还有上次你要的土烟也给你带来了 你可真能干啊 有本事 有本事 老范 这些 都是你们村的吗 我 我们村的人 我看这些 怎么都是生命恐啊 我 我们村的人都不敢来了 这都是外村人 好说胆说才敢来的 对对对 我们都是外村人 外村人 外村人 对对对对 来 来 你叫什么 平时都做什么呀 大哥 我叫王伯敦 老师 在家里面我是变祖库的 我是个米家 你村人今天多大了 我 我叫王二哥 王家村人 跟他一起连 我 我十七岁 我没过生的 特别远 不要紧张 不要紧张 你看他们都是老百姓嘛 老范 带他们把东西换到后面去 好好好 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 慢点啊 走走走 Mean我 王伯敦 三公 嗯 不错 谢谢你们这些百姓 对我们党国工作的支持 等我们反攻大陆成功了 党国一定会重重地奖赏你们 来 谢谢 谢谢 这位是当国的李沐阳长官啊 三位 我们能够为当国小李 拉死我们应该的啊 应该的应该的 好 好 他们是工长 给我狠狠地打 一个人不要放过他们 快 快 李沐阳 快 有人在这里面 李沐阳 工长大队来了 撤 吴志 保护老板 是 什么情况 刺几个人在里面 李沐阳 贴我头子 撤开我 追 追 同志们 今天我们开会啊 主要是商人事 解决铁路枕木的问题 解放前啊 铁路的枕木 大多都要靠国外进口户 原因是 外国人说我们的中国树木不适合做枕木 啊 经过我们技术人员的这种计算 修建成余铁路 需要一百二十九万根枕木啊 如果从国外进口 那既不现实 也不划算呢 我们打算呢 广泛宣传 动员民众 采伐质量尺寸符合要求的枕木 每根合格的枕木啊 我们将付给一定数量大名 以鼓励群众 这倒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但是我还是有点担心啊 时间仅任务重 是很难在这个短时间内 采集到这么足够的枕木 而且是由老百姓亲自采访 那么尺寸和质量怎么保证 沙公说的问题是可以克服的 我们大家辛苦一点 组织军工主动的到各地去采伐 祖堂说的对 办法总比困难多 文公 你有什么看法 四川盆地啊 中部地区森林比较少 我们要尽可能的保护树木 减少砍伐 应该组建勘察组 包片勘察合格的树木 查找一棵划定一棵 未经划定的不去砍伐 这样既增加了合格的枕木数量 又减少了不必要的砍伐 这个办法非常好 马上落实 好 四川人民对成余铁路有着特殊的感情啊 我提议啊 咱们同时开展枕木捐献活动 我带个头 把我的全部积蓄都捐出来 有愿意捐的同志请举手 今天才看见我们的国家真正的团结起来了 真正的站立起来了 我也愿意捐献我的全部积蓄 谢谢你啊 温公 同志们 大家的拳拳爱国之心 让人感动 我们接受建议 广泛开展枕木捐献活动 开展一次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 杜唐 走 你们几个支队长还有什么想法 没有了 好 好 那就马上抓紧行动 走 大家小心点 这个路是要走 好好好 小心点 大家小心点了 最安全 你们找我当大向导啊 哪算找到人了 哎呀 这方的实习 我都很熟悉 是啊 妈 那太好了 辛苦您了 哎呀 辛苦啥子嘛 你们要辛苦 我用小铁路 哎呀 跟谈到龙潭居上说 你们人真辛苦 哎呀 哎呀 大家都辛苦 哎呀 来哪儿 来 同志们 谢丰莲去龙潭穴剿匪成功 罗向前一举击毙了 土匪头目山霄 功不可没 我要为你们请功 团长 快别提了 让这李沐阳跑了 丢人 团长 他怕您骂他 差点没敢来 不怪你 但是呢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 注意防范特务卷土重来 是 下次绝对亲手抓着他 接下来我们团的任务啊 是异常的繁重和艰巨 一方面呢我们要组织征集 接收捐赠的诊募 另一方面我们要到深山里面 去砍伐诊募 两项工作都时间紧 要求高 请团长发信 我们统治好人马 绝对每一项任务都按期完成 我们八连 绝不输给先锋连 如果完成不了任务 我提头来接 这砍个木都还提头 你当打仗了 工地就是战场 修路就是打仗 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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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态度都很坚决 我们团征集枕木的目标 是十二万根 团长 嗯 多少根 十二万 十二万根 那这砍起座山啊 有那么多木头吗 怎么了 你这是要打退堂鼓 没有 没有 平均分摊到每个连一万根 咱们是八个连 八个连就是八万根 还剩下四万根 有谁解领 团长 我们先锋连领一万根 我们八连也领一万根 我们先锋连领两万根 我们八连也领两万根 好样的 君子一言 司马难追 必须完成任务 是 是 按照原先 成余铁楼的路线呢 是从成都往东北方向走 经过的是 姚家斗 赵家斗 沿着土江 到淮州镇的队岸 接着个沙石潘 这一段线路呢 总体来讲是比较平坤的 但是 迂回驱逐 你看 弯弯曲曲 折到个心的 再说的 大量的下方 不安全 尽管这样 旧时代的铁路设计师 宁可延长路线 也不愿意加修一条隧道 为啥不愿意加修一条隧道 这个原来啊 设计的是有隧道的 但是经过考察的 这里的地址啊 大部分都是风华山 那要是一施工 那是要深水的啊 一深水就要踏坊啊 很危险啊 我再三地考察 是不是可以从成都 我们往东走 经过这个红岸乡 越国亚山 再沿小溪到驼江得岸 接这个卵石滩 这样就可以说到楼心了 我删记了一下 而死三公里 这样一来的话 只要增加一条隧道和部分桥梁 就可以大大地减少施工的成本了 得头 得 不过 不过什么 我担心要是这么一改的话 咱们就会延长这个施工的时间 影响施工的进度 奶奶 你这个想法很逮啊 我们就是要考虑进度问题啊 全国人民和四川人民 眼巴巴地看到我们这个铁路 要早点修起来 是不是 一定要加快做到 这样 我们得按照新的方案 下去走一趟 边跑查 把我们天相组 娱火加快进度的方法 听说嘞 嗯 同志们 我和制造员 刚做盘里领的新任务 接下来呢 咱们不光要抓紧完成铸路任务 还要征集三万根枕木 说实话 现在有点压力 怎么能把这两个任务都完整好 不出纰漏 真的有点没纰漏 哎 不容易啊 咱们连长也有压力的时候啊 啊 这个铸路任务吧 咱们都熟起来了 征集整木 这个木头呢 要在山上长着 咱们去砍它也容易 征集 怎么征集 没干过呀 新任务 新挑战 大伙说说吧 老罗啊 咱们得依靠地方 群策群力 就地取材 你看 咱们过来修铁路 那群众的呼声多高啊 他们一定会支持我们的 这事啊 没问题 赵云 我还是这样吧 我亲自带队 且收集整木 我们一员配合副连长 保证保证入 我们二排配合副连长 保证完成任务 我们三排配合副连长 保证完成任务 哎呀 这士气挺高涨啊啊 那我指导员也配合副连长 保证完成任务 哎哎哎哎不行 那全去弄木头了 家里事怎么办呀 家里的任务同样重要 那你说怎么办 我看这样 你跟沙凯搭班的留在家里 还有二排三排 你们一起完成家里的任务 我和副连长带着衣排 我们去弄木头 行 听你的 那就这么定了 直消别亮 是 水长山缘 脚步不停止 云飞风卷 江水不休 地鸣盛起 灰光闪闪 繁星撞起 灯火辉煌 可风起雨 断掉赵江南 飘不忍心 最安全最安全 能够的路 你们都不得不怕 真是太难了 习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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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走最窦的路 最难的路啊 是为了将来老不行 走最平的路 最好的路 我们就安逸了啊 哦 哦 哦 好好 哎 慢点这有个坡 好 这有坡啊 哎 放点 好 没得管你 没得管你 来 老了我 不踪拥了 来 静怨 静怨 走 老乡 老乡 您好 解放军同志 是来捐木头的吗 感谢 感谢 我把我父亲的寿材 棺木 那他还捐给咱们铁路上 那 这不合适吗 没事 那 他希望在他有生之年 听到火车叫 行 老乡 你放心 我们解放军不说空话 一定尽快修建铁路 让他听到咱们的火车叫 好 谢谢 把木头 好 来 走 来 走 三二一 来 一 二 走 走 来 我这儿快接一下 来 我这儿 来 解放军同志您好 您好 老乡 谢谢啊 不客气 这是我结婚用来做婚船的看木料 捐给铁路做纸木 婚船不做了 没事 我再想办法 那魏过门的媳妇能同意吗 都问过了 她也同意了 就是以后要过火车嘛 今天比较安心 也算是为了 造铁路做一点小小的贡献嘛 来 谢谢您老乡 您放心 我们一定把铁路修好 让你们尽早坐上火车 好的 谢谢 谢谢 王大方 三根 香张木 当地老百姓可真舍得 这些木头可不便宜啊 是啊 老乡们的爱国热情 都被调动起来了 这个名字 品种 数量 都得记清楚啊 马虎不得 不然啊 咱们对不起老乡呢 放心 我肯定会记录清楚的 好嘞 同志们 到这里来挑选采访木材 时间紧 任务重 我再跟大家强调两点 第一 挑选木材的时候 两栏为一组 木材购合为四十公分 在树上记下标记 我们再进行砍伐 不够四十公分的 一定不准来砍伐 第二 砍树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安全 听清楚没有 听清楚 干活 你们等等 哪里 还可以 湊 小伯娘 您继续来 大伯 大伯 我的脸 大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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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上来了 后来当兵 再看我们鼠子 看啥子鼠子 都是我们春头的风水树那片鼠子 风水树那边啊 那我去看 对 他们都是当兵的 拿起枪不能去 当兵的派子嘛 难道 让他们把我们风水树树砍了吧 走 看一看 好 这个树哪有 东医生 那就看这个 这个可以做好几十根真木 福连长 这个树好像动不得 为啥是动不得啊 你们看 你底子还稍微香火刮起红布条 可能是老下面的风水树 看不得 这前面 快快 前面 风水树 那都是风建迷信 不是 哪来那么多风建迷信吗 我们来就算婆树风建迷信了 我们来之前 都是命令的时候 说个小树不能开 还有哪个树不能开啊 没得啊 开 喂 你们住手 老小们 我们是解放军 你们这次要住啥子啊 解放军 要不你随便欺负老百姓的啊 是 我们不是欺负老百姓的 我们到这里来看树 是经过政府批准的 你们没睁眼睛吗 没看到那是我们的风水树啊 你怎么说话呢 啥子风水树啊 不就一个树吗 那是我们的风水树 它长了一百多年了 我们村的人 每逢大时候接着 都要来击败他 他保佑我们风平浪静 五股风天 多得很 老乡 来要求一棵树保佑这里嘛 你这个存属于风情习 你才懂 懂啊 你才懂 你才懂 我们得开枪了 死人 不要跟你走开枪 把枪放开枪 放开枪 把枪放开枪 放开枪放开枪 把枪放开枪放开枪 放开枪放开枪 把枪放开枪放开枪 住手 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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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 好 住手 你问我 这是干什么 把枪放开枪 往下边 别激动 有话好好说 把枪放下 放下 干没有 把枪放下 别激动 咱有话好好说 好 老乡们 这枪老举着容易 总伙伤人 咱们能不能先把枪放一放 怎么回事 怎么拿枪对着老百姓 是他们先拿枪对到我们 老乡们 我是他们的领导 是连长 有什么事跟我说 我给你们做主 他们要看我们的枪是说 我们要把枪的枪放下 要整个枪放下 都和你们说了 我们到这里来 别说话 我怎么跟你说的 跟当地老百姓搞好团结 你开始枪是说干吗 我们也想搞好团结 那系统和陈六 不是要破除枪见迷信吗 你中了他们 就是中了搞枪见迷信 就是吧 我看就这么故意找他 别看 枪见迷信和枪数习惯 都搞不清楚 老乡 老乡 你放心 这风水树 我们肯定是不砍了 我们还要把它保护起来 这出门的时候 我跟他们交代过 一定要尊重当地老百姓的 风俗习惯 这肯定是给忘了 要不就是擅作主张 这才冒犯了你们 你刚才没砍他们好嚣张 当在我们里面 非要开个风俗署 他们啥一个 回家我批评他 我处分他们 但是作为领导 我也有责任 我带他们给大伙赔个博士 对不住了 咱们这树好像也没受什么损失 要是有什么损伤 我想办法 我也要赔给你们 没 差不多 那交到房子 谢谢老乡 老乡 你们这么供奉着这个风水书 是求什么呀 还保佑我们风调雨传 过得好着之散 老乡 我们就是军工驻入大队的 我们的任务 就是修筑成鱼铁路 你看 我们把路修好了 到时候你们山里的好东西 能带到山外去 把山外的好东西又带回来 这交通便利了 以后大伙的好日子 是不是就都过上了 你们是修铁路的呀 对呀 我们来砍树 就是为了收集枕木 来修铁路的 我们山里头穷的 都是因为路不通 你们来把我们铁路修好了 我们子子子都收鱼了 把坛也好了 老乡 你放心 这棵风水树 我们肯定是不砍了 我们到别的地方 砍别的树去 那谢谢你们 把我发动全载的人 给你们一起看什么 帮你们一起看 我们一位 修铁路出一份的 太感谢你了 老乡 不客气 不客气 也谢谢你们 接下班军 给你们看麻烦吧 好的 再来 我发动一下 我们现在是只有你 领先冲 那不是在乎别的 看我开心 说什么 你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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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动一下 你出去 你快点 想要与你 你快点 我发动一下 你快点 放放放 一 二 走 连长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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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面 对面 好 谢谢 一 二 走 一 二 走 一 二 走 快点 走 我们走走 走 走 来 来 连长 三 二 走 好 谢谢 东方 光 光 彩若兴 彩若兴 晚 黑 水 水 天 黑 水 水 从小小 都 养 养 照样 四 君 笑 养 丧 夜 兰 风 雪 满 千 山 满 千 山 等 个 春 来 等 个 春 来 春 风 水 同志们 来 成于铁路沿线各地啊 收购采伐枕的任务 已经提前啊 抽额完成了 各地群众的热情啊 简直就像开锅一样 一片热气腾腾啊 特别是 内疆专区的群众 特别积极 踊跃地捐献枕 还发生了许多感人的故事啊 是啊 内疆专区的任务啊 是十二万根 可实际完成了近二十万根 大大地超出了我们原定的计划 是真没想到啊 当地的百姓是这么地积极主动啊 这么快的速度 我是真没想到 看来啊 咱们低估了四川人民 建设成于铁路的热情和觉悟 这是人民的铁路 必须要依靠人民 这条铁路沿线啊 已经顺利征集了一百二十九万根的枕目 这说明了什么呢 这说明了我们的人民 靠得住 开路先锋不怕苦 嘉林江边修铁路 有朝一日路修通 重庆一站到成都 虽说流血又流汗 想到明天心里田 提前修好成于县 捷报飞到天安门 天安门 好 好 好 林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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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消息 党中央毛主席 做出了抗美人潮保驾卫国的决策 第一波志愿军 已经入朝作战了 早就闻这火药味了 第一波志愿军 已经跨回家路江了 太好了 报家为国建功立业的时候 到了 一听说有仗要打 白抓挠心的吧 当然了 我们是解放军 手里拿的本来就应该是枪 还没到刀枪入库的时候 见着虎豹 豺狼 该打还得打 对 对 对 修铁路只是临时 我们要一个枪杆子保卫国家 保卫牺牲的人民政权 守卫好老百姓 守卫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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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应该立刻归队 把上了前线打上去 对 我们打上去 守卫老百姓 没有一个活平的环境 我们把这个铁路修好了 又修用了 对 我们要打上 我们要打上去 我们要打上去 打上去 打上去 都别激动 都别激动 先把手头上的活干好 守卫老百姓 打上了 守卫老百姓 守卫老百姓 相信作战任务 马上就要下来 到时候再想为成余铁路 做贡献 那就没机会了 所以 我们要抓紧时间 凭证陆机 为成余铁路尽早通车 多做贡献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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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快快快快 报告 进来 团长 安琴 你怎么来了 是不是有鼓刀出什么新发明了 我哪有心情搞什么发明呢 有没有什么新通知啊 那你有心情干啥呀 团长 你就别跟我卖关子了 我这心急得 早飞到前线去了 我就知道 你会第一个跑过来 向我打听抗美援朝的消息 几个月没打仗 心里就痒痒了 是是是 混音水 薅 导盐 云尘长江北 充长江北 我在江南岸 江山一夜寒 周上一落 1 水梯 我心 我心 幸运即长空 圆翻即远行 寒夜一颗红星 照旧周 聪 长江湘北 东方光芒残若兴 花开山水间 风啸啸渡摇摇 照样似君心 夜暖风雪满前山 等得春来归 春风吹花前树 长江湘北 东方光芒残若兴 花开山水间 风啸啸渡摇摇摇摇摇摇 照样似君心 夜暖风雪满前山 等得春来归 春风吹花前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